救难人员戴着手套头盔爬上瓦砾堆 徒手挖开破碎的钢筋水泥 而在另一头还有一组人马前进倒塌大楼地下室 想用电钻挖出救援通道 佛州大楼坍塌意外 黄金72小时倒数 救难人员分秒必争 但又有坏消息传来 失联和死亡人数双双上修 救援行动却几乎没有进展 美国总统拜登批准佛州进入紧急状态 承诺尽全力协助救灾 事故现场不远处 交集的失联者家属含着泪水抱在一起 电话一通接着一通打 就是联络不上心爱的家人 家属除了等待什么都不能做 而全美民众也在等着有人出来解释 海景第一排的大楼为什么突然倒塌 透过坍塌瞬间影片可以看到 建筑物是从底部开始瓦解 因此分析事故原因的关键 得厘清大楼底端到底发生什么事 数据显示这栋大楼的地基 每年下沉约1到3毫米 但附近地段却维持不动 下线不平均很可能是酿成意外的主因 另外有专家猜测海水也是帮凶 大楼坍塌的真正原因 目前没人说得准 恐怕要等救难任务结束 取得建筑底部材料的样本 才能进一步分析给出答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